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月1号 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祝大家新年好 希望2021年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好过2020年 希望生活越来越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朗读一段江先生的讲话 就是中国政府大学校长江平老师 在1990年2月15号下午 召开的免去他校长职务的大会上的一次讲话 这个讲话很早呢 是由这个法达85级的本科生 1989年已经毕业了的学生叫宋学军 他呢当时听到了这个录音 然后呢逐字逐句的整理下来的 在这个前几天也就是2020年的12月28号 我们二十几个校友给江平先生过90周岁大寿的时候 宋学军把这样的一封文稿拿出来奉献给江平先生 也给所有的出席者分手一份 我们都很激动 我现在想先给大家读一读这个讲稿的全文 我们前面呢是主持会议的现在袁老师 宣布呢由司法部副部长鲁坚来发布呢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这样的 司法部副部长鲁坚在大会上宣读司法部党组对江平先生的免职决定 他是这样说的 部党组决定江平同志原来的待遇不变 政法大学由常务副校长陈光中主持校务工作 其他校领导班子不动 希望新的校领导班子能团结一致 把政法大学的工作搞好 党组认为江平同志在担任校长期间 为法治教育为中正大的建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希望他今后继续为稳定中正大的局势 为教学科研发挥积极的作用 同时希望他因为他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希望他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接着呢是主持人谢内元老师的说 他说下面请江平同志讲话 然后就是掌声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 以下呢是江先生演讲的全文 他是这样说的 我愉快地接受司法部党组的决定 我觉得一个同志的任职和免职都是正常的 如果这个同志觉得在工作岗位上不再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就应该免职 如果觉得适合工作 那么就应该任职 任与免是属于组织上的考虑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愉快地接受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也是我本人的愿望 比较长期以来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 总在想 该是回到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的岗位上 我本人就是出自一届书生一个教员 最终的归宿也应该是在自己的教学岗位和科研岗位 何况今年也已经是六十岁的本命年了 那么在这样的年龄也应该退出行政岗位 陶渊明的归序来词说 田园江湖胡不归 我不是种田的 但是我也有我彼庚的权利 我愿意回到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的岗位上 包括我们国家的立法工作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另外 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国际 国内很关键的时刻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要加强我们学校的教育 要加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 按照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思想状况和我的工作能力是不胜任的 也很难适应 所以为了加强中国政法大决定等 我觉得部长组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拥护赞成 我现在就是抱着一种卸下包袱的解脱感 轻松感又回到自己教学和科研的工作岗位 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的这些年里面 我对于原来的北京政法学院 及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 充满了很深厚的感情 我从五六年到现在三四十年 除了中间的解散有一段不在这里之外 我都在这里工作 人生的甜酸苦辣在这里我都尝到 尽管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我在这里留下了巨大的创伤 但是我始终认为中国政法大学会有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我愿意为中国政法大学在国际和国内提高自己的地位 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也希望我们中国政法大学能够安定团结 在党委领导下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教书育人 培养出来我们新的一个政法工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现在确实是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工作很艰巨 我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 但是我们党委其他的同志还仍然肩负着沉重的责任 七年多的领导岗位告诉我 要担负好这样一个工作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们每一个现在担任领导工作的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所以也真诚的希望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支持党委支持行政领导 体谅他们工作中的困难 让我们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 我本人也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努力支持学校党委的工作 在我担任学校从原来的北京政法学院到中国政法大学领导这一段期间 由于自己的能力有限 书生气十足 书生气很足 很多工作没有做好 有些地方有意无意的伤了某些同志的感情 我想在这个时刻表示我的歉意 在这段期间里面也得到了一些同志的关怀和支持 也包括最近一段时期来的一些同志的鼓励和安慰 我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从教员出身 现在回到教学岗位 站在讲台上 有一种感觉到返还天真自然的感觉 我将努力继续地站好自己的岗位 努力做到光明磊落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 这个呢就是江先生讲话的全文 宋学军呢在后面呢有这样的一个 对听录音的时候呢 对这个背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他说呢是 经久不息的掌声 此起彼伏的喊声 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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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的教职员工齐声高喊的先生的名字 其次向先生表达着崇高的敬意 下面呢是宋学军自己写的一句话 他说江平先生作为中国政法大学领导的时代 结束了 但是与江平先生倡导的指向真理低头 和法治天下为核心理念的法大精神 从此开始生根发扬 读这篇演讲呢老实说呢我自己也非常的激动 宋学军呢在12月28号呢他讲述了一下呢 这个这个他得到这个磁带的过程 他实际上呢这个89年毕业以后 89年是比我们他们比我们返校更早 然后呢他自己求职呢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但是当时呢每个周末他都会回到这个法大来 跟这个比如说八六级的呀或八五级留校的同学呢一起玩 呃事实上呢就是说八五八六两个年级的在校本科生 和这个我们这三个年级的硕士研究生 因为有那样的一段特殊经历 所以说呢中间呢有不少同学呢因此跨年级 跨专业跨系呢这个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的很多的法大的好朋友 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大家逐渐走到一起来的 宋学军得到了这样一盘磁带 他是个有心人 然后呢他就逐字逐句的把它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写到纸上 后来呢这个纸呢可能就一直跟随着他呢 这个搬家呀走啊他印象也不是很深刻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一想到江先生要过九十岁生日 我们又要聚到一起呢给老先生这个热闹一下 那么他想呢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给先生送一份厚礼呢 于是呢他就开始翻墙倒柜找他这个整理出来的这篇文稿 然后很巧他居然找到了 他跟我讲呢他如获至宝 然后用电脑再把它录录录录录录了以后呢 上面打印打印了以后带到这个这个28号我们这个宴会上 先把这篇文稿给江先生看了一遍 江先生看了以后说呢说看起来是的 就是我当时这个讲的这些话 然后贺卫方看了一下呢 他说确实呢就是这些话 然后呢这个说宋学军按照录音带整理的 比他当天听完这个江先生的讲话 激动万分的回到宿舍自己把它回忆 默写出来的这个东西 还是要全的多 这个呢就是这次呢宋学军给我们的一个特别重的礼物 那么宋学军同时呢还拿了一个很小的这个U盘 和接着手机和蓝牙呢给大家播放了1999年 在他们这一届本科生毕业十年返校的时候 江平先生当时是69岁的高龄 然后呢他呢出席呢这个学生返校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仪式 跟大家有十几分钟的讲话的录像 虽然说呢当时的这个因为设备的缘故 他的录像的质量呢不够好 但是江先生的讲话中间充满了对学生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厚义 更多的是勉励和鼓励 希望大家呢能够走正路 能够把自己的所学呢 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更好的贡献 使得我们的国家呢变得更好 所以是宋学军呢他这个 他得到这盘录音词代并且整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我想说一下呢 这个在1990年江平先生被免职以后 我很快也得到了这盘录音词代 我得到的这盘录音词代呢 是当时在中国政府大学留校的85级的本科生的同学 跟我要好的朋友 然后呢我们回来以后呢知道校长已经被免职了 这个大家说起来 说到了江先生的讲话呢 让大家激动惯分 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情真意切 然后我们就得想办法找这样的一个录音词代来听听 于是呢就得到了同学的帮助 他们呢这个留校的同学呢 想办法把这个录音词代呢翻录了之后交给了我 然后呢我们就听了 那个时候录音机都还是有的 听了以后呢就是我记得李正啊阿基啊王军秀啊像许建秋啊 我们这些这个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好朋友 大家聚在一起听过好多遍 叫王军秀毕业了以后回来也要给他去听 那这个磁带呢就是一个很宝贵的很宝贵的一个纪念品 但是当时呢我就没想起来把它翻录一下 实际上找到一个双卡的录音机或者两台录音机也是比较容易翻录的 但是只顾着听每回来人我们就听 但是呢就没有能够想到呢把它整理出来 也没有想到呢把它翻录出来 后来呢这个磁带哪里去了 这就要说到呢江先生在1990年的12月28号 他呢过他的免职以后呢六十大寿 过他的六十大寿呢阿季李正还有我张守东这个法大的老师 我们呢就在想呢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向江先生六十大寿表示祝贺 因为我们非常爱戴他 后来就想呢这个由阿季通过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徐迅 79级的本责生是老大姐 由他呢帮忙联系了这个今晚八点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 当时呢是一个收听率非常非常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金牌节目 我们在12月28号江平先生生日的这一天 今天今晚八点半这个由这个阿季我 我们一起收听了今晚八点半给他点播的乐曲 然后呢祝他生日快乐 然后把那个磁带作为礼物交给他 说呢这个是他免职下台时候的那个演讲 然后同时我们在江先生家里头把这层磁带放到他的录音机里面 我们一起听了一下 大家都很开心 后来呢这个磁带交给他 老头呢就把这个磁带接过去 高高兴兴的往他那个双卡录音机一放 一放那上面有一摞磁带 我们所有人高高兴兴都没有想到提醒他 你是不是要把他收好 于是呢我们就走了 当时江先生住在哪里呢 住在现在这个老校金门桥这个政法大学北门外 那个老式的楼房里头 这个一个一层的小三居室 大概有七十多米 因为他把人家的这个有一条腿不好用 于是呢他可能就选择了一楼 那后来呢过了十几年 我们和江先生这个来往越来越多 每年都要见几次 贺外方也说起这个事 然后我就说 我说江先生那一年呀 你生日的时候 我和这个手动我们几个 把这个磁带送到你家 还给你一块听歌 你还记不记得 他对这个事完全不记得 那个磁带呢因为他搬了三四四家 那磁带现在早就被录音机呢 已经卡带的录音机 已经被淘汰过多少轮了 所以说呢也找不到了 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遗憾 很后悔 当时为什么 没有买盘空白带就把它翻录了 但是没有做 那么前两天 现在宋学军把这样的一个整理好的文稿 拿到了 然后我觉得如获至宝 当时我就想 我应该呢把它朗读一点 让所有的人呢看到这个油管节目的朋友 能够分享江先生在这个三十年前 那样的一个场合 有影响 比如说 他第一句话说 我愉快地接受司法部党组的决定 是吧 那么后面他说呢 这个 我愉快地接受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对我来说 也是我本人的愿望 也是我本人的愿望 我相信呢江先生这句话呢 都是都是发自肺腑的 他是一个有专业 有研究能力 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 他一个人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风武 一种为人 他并不是一个老马恋战的人 他不是一个对官位看得比什么都了不起的人 事实上呢 江先生作为法大精神的象征 事实上成型于八九年春夏之交 和他后面的表现 他在法大学生心目中这种永恒的形象 事实上呢 是从他被免职之后 通过他二三十年以来 不懈的这种努力和贡献 来逐渐逐渐树立起来的 他还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是一个 国际国内很关键的时刻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要加强我们学校的教育 加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 按照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状况 和我的工作能力 是不胜任的 也是很难适应的 所以说呢 他愉快地接受这样的一个决定 这就让我想起了赵紫阳 他拒绝参加5月19号 1989年5月19号的党政军干部大会 他也向中央的元老和政治局常委说 以他的思想状况 由他去宣布和执行在北京实行戒严令 实施军管这样的一种决策 不适应也不利于这个事情的执行 所以说呢 他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 那我觉得江平先生和赵紫阳先生 在这样的时刻 他们对自己的去救得失 都是想清楚的 而至于第一句话说 我愉快地接受司法部党部的决定 对我的直接影响 就是当1990年的12月30号 当我被研究生院的这个学生处和研究生院团委 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和团内的警告处分的时候 我跟这个刘廷吉老师所讲的也是 他向我宣布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向他讲的也是 我愉快地接受这个研究生院学生处和研究生院团委 给予我这个行政严重警告和团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 我认为到这一天的时候 我入团的十周年 正好呢 我和这个共青团也好 共产党也好 把我自己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了 那后来呢 就是说我还记得这样的一件事呢 就是说在1990年的12月30号 就是我被处分的这一天下午 也是由已经分配到法治日报的郭恒忠来主持 他操持 我们大概五六十位学生呢 到济门桥北边那个济门汉店 离我们学校过桥就是 北三环北边 现在这个济门汉店已经拆掉了 由郭恒忠呢 帮江先生安排了一场冷餐会 也是祝贺呢他的六十大寿 到场的呢 一共有大概五六十位学生 主要是85级86级的本科生 和我们在校的没有毕业的研究生 那这些呢往往呢都是由 以这个郭恒忠 以我和以阿季为中心 我们的这个三个人呢 这个我们通知了我们各自的这些朋友圈 还有呢这个已经分配在北京的同学 来帮江先生过六十岁生日 我记得江先生当时呢这个 也做了一次演讲 这个演讲呢 我现在不知道呢有谁记录下来了 但是我知道江先生讲过呢 做人做学问需要三重境界 这个三重境界呢 他讲的是谁的总结呢 他讲的是王国为的总结 王国为 王国为呢他实际上呢 有一本小册子的人间词画 他讲了这个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需要经过的三种境界 那么这个境界呢其实呢 江先生跟我们援引这件事呢 他讲了他的感受 他说王国为讲呢 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必须经过三种境界 他说第一个境界叫做 昨夜西风凋壁树 独善高楼望尽天涯路 他说的是呢 作为大学问者呢 就首先要执着地追求 要登高望远 要勘察路径 明确呢目标与方向 他能了解呢事物的概冒 那么他说王国为总结的第二个境界 叫做一带见宽终不悔 未宜笑得人憔悴 他说的是呢 任何大事业和大学问 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就可以得到的 不是说你看准路就可以能够做到的 有了方向 还需要脚踏实地 怎么样做呢 应该坚定不移 要心心劳作 废浅忘食 滋滋一求 直至呢 人累瘦了 衣带呢 这个显得宽了 也不后悔 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 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第二个境界 那么第三个境界呢叫做呢 众里寻他千百度 慕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南山处 他可能讲的就是说 需要有专注的精神 需要反复地去追寻和研究 需要下足了功夫 自然呢会 或然贯通 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是吧 他援引的 王国为这样的一种总结 那么现在来讲呢 我呢已经到了 马上要五十六岁了 是吧 也快要六十岁了 现在想想呢 其实这个江先生的成功 和王国为的成功 是基于这三个境界 我这样的人的不够成功 是知道这三个境界 知道第一个境界 没有能够 滋滋以求的 去专门做学问上的事情 但是我滋滋以求的 坚守的 是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也很难说成功 也很难说完全不成功 那么最后呢 我想讲呢 江先生之所以得到 我们这样的一种爱戴呢 我觉得除了他的这个 在这个民法 罗马法这样的一个 在为商法和私人权利的呐喊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江先生作为 江平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 在最近四五十年以来的 中国教育史上 他是一个难得的存在 他和刘道玉和这个 北大校长冰师尊 是吧 我觉得呢 他们应该是可以齐名的 应该是可以齐名的 很好的教育家 他们在位的时候 他们能够呢 作为比如说江先生 在1989年 作为十大校长之一 他代表教育界 对当时的学潮和民运 以及官方定义 官方后来评价的 作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他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 他们本着一个爱护学生 关心改革 提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这样的一种良好的愿望 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希望呢能够 响应赵紫阳的号召 能够在民主 与法治的轨道上 去解决问题 那么当我们这些学生 想冲出校门 冒着危险去游行的时候 那么江先生 和学校的其他的领导人 堵在学校的门口 我记得他说的很清楚 你们的家长 把你们交给了我 我要对你们的安危负责任 假如出了我身后的校门 就一定会流血牺牲 那么我们不应该这样去做 我们把门关起来 我们保证你们的学校里面 校园内怎么样 去表达你们的民主诉求 都是可以的 那当后来的时候 我们在广场的时候呢 江先生派学校呢 帮我们搭好的帐篷 搭好帐篷 给我们这个学生们 学师学生 以最大程度的这种支持 支持关怀和爱护 希望我们早一点能够 终止学师 这个能够保护自己的身体 那等到这个事情结束以后 事件呢被平息以后 江先生做了又做了半年的校长 以他 以江先生 以这个当时书记是杨永林 还有呢这个副校长陶毛 还有研究生涯院长张晋帆 还有副院长曹子丹先生 那么这些 包括我们的研究生院的 管研究生分配的这个 学生工作的 刘廷提老师 加上我们自己的 我自己的导师 高潮 马建实 张大元 薛梅兴 这样的一些老师 包括郑勤 都对我们这些学生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保护和关爱 那么当时呢这个很多的学生分配 他们的大案之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写任何所谓不好的记录 保证他们能够尽量平稳的走向人生和工作的岗会 是因为政法大学的党团委组织当时尽最大的努力 全力的去保护学生 至于说像我这样的人呢 和王俊秀这样的人应该是第一呢是不可以不处分 这个方方面面得在盯着 第二呢是我也并不肯去接受那样的一种反思的要求 我记得我向这个学校呢在十月份的时候 这个交了这个向党交心 表明了几件事情的立场 讲了几件我经历的几件事情的经过 最终的结论就是说 这个没有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断 这个用军队呢用野战军呢去这个镇压和流血的方式呢去平息这样的一场学生运动 是没有必要的 是会给我们的国家未来留下非常深的这样的一种裂痕呢 永远无法跨越 那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我呢和其他的同学不太一样的 我是觉得我要面对我自己的历史 我的历史呢只有一个版本 他里面我做了什么 参与了什么 承受了什么 将来会怎么样 其实呢在这个里面都应当完整的这样去体现 于是呢我的这个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 所谓清查结论 那么其他的同学呢基本上 得了更多的保护 尤其像贺卫芳这样的青年教师 在六四之前 六四运动以前 他觉得呢他需要调离学校 他觉得没意思 他要去去去经商是吧 调到国企 那么后来呢因为他经商不成功 加上了全身心的 卷入六四 在一个央体不能容他 限他呢几个月之内 找到工作 那于是呢 我们的贺卫芳先生又回到学校 江先生那个时候不同意他调走 那这个时候呢 全力以赴的安排人事处 把贺卫芳又重新吸收回来 那这样的一种情形呢 其实江平先生呢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肩膀和他的这种影响力 保护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支持了非常多的青年人 去追寻他们自己的梦想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三十年以后呢 中国的教育呢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的学校呢越修越好 我们的这个博导呢 越来越多 像我那样一个年龄的同学 在高校里边呢 不当郑教授不当博导的 应该是比较有限的 一半以上的同学 都是博士和博导 但是我们发现呢 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高校 在脸下的一种情形之下呢 大家都在屈颜服侍 我们特别缺像江平先生这样的校长 需要像这样的校长多了 才不会有湖北大学的梁彦平教授 因为支持了一下方方 然后呢就会被解除教职 就会被取消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岗位 也不会像北师大的史杰鹏一样 因为讲课有一点点这个自己的表达 于是呢就被逼迫的开除呢 开除他的工职 以至于呢他现在一个这么有学问的 一个教授 副教授 需要离开他自己的教学岗位 使我们的学生不再有机会 能够聆听这样有思想的教授的 这样的一种教导 像我的朋友唐云在重庆 也是因为他教文学的老师 他给学生讲这个鲁迅 讲鲁迅呢居然就会变成他自己犯错误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会被学生举报 就会被学校处罚 然后就会去看图书 当然看图书馆也很重要 但是呢一个人的表达不应该这样 如果说老师们的这种学术研究和老师们的表达 讲课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害 大家都尽若寒蝉都道路以目 像现在一样 那我们的学生他从哪里能够得到好的老师教诲 能够有质疑精神呢 恐怕呢这些呢都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那么需要有江平先生这样的校长 需要有贺卫芳、史杰棚、梁雁平、方芳和唐云这样的老师 需要有我这样的人 可以到高校去给学生开讲座 那么我们这个学生才能够获得相对好一点 相对多元化一点的教育 今天是元旦 我就先讲到这儿 直此呢表达呢对江平先生的敬语 祝他老人压身体健康健康长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